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 來示範一下 嫁接 因為我的鼻兒的苗 看起來怪怪 根系應該是有受傷 我想要再把鼻兒重新繁殖出來 那我採用的方法是 嫁接 第一步 我們先拿出我們的工具 先用打火機消毒 工具的消毒很重要 特別是嫁接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你還可以再噴一個酒精 這是我剛取下的鼻兒枝條 看起來有點細 沒關係 等下也配細枝來嫁接 我等一下把它做個修剪 然後再來削成嫁接的模式 好,這是修剪好的枝條 其實這個枝條我沒有很大的把握 我長得有點歪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做成兩個 嫁接的牙 搞不好我刀工不好 就只能做成一個牙 好,我等一下來削一下 好,我們的刀子也要消毒一遍 來熟啊 然後蓋上冷藏 Euch好奇stroke 呢 攝拌 好,這次是第一個 好,這是剛剛做好的 準備要嫁接的 本番的枝條線 主要是要做剝皮接 因為線太小,皮接不好做 為了拍照方便,我就做這一面 好,這樣就好了 插好的剝皮接,大概是長這樣子 好,另外一面 好,另外一面這邊,記得要有點留白 好,我們來使用我嫁接膜 把嫁接膜撕一塊起來 好,準備來爆炸 先拉長 再這樣子 好 把蘑菇交給好了 好 包紮好山苦之後 哇,這沒有夾子 加接膜拔完之後 要用繩子把傷口跟紙條固定起來 我們用繩子把它拌好 不要太用力 可是又可以太輕 這個做久了就知道 很難去形容 整個魚架接都完成之後 記得要泡它 避免下雨細菌感染 並且讓它保持濕氣 讓接線不會乾掉 這樣就完成了